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刘官 您猜得没错 老错跟张怀兵见面了 老虎 撤掉跟踪张怀兵的队员 让他们见面 是 货场那边都布置好了 布置好了 紧盯住货场 是 紧盯住货场 放手 一些正常 车队好像在等待什么 各组注意 各组注意 随时报告情况 不行 我不足以强制手术 手术过程也要我麻醉还好办 可术后 若是病人不配合的话 危险就更大了 我们知道这是下次 可是目前的情况不手术 那就等于是看着他死亡 我们必须进最起码的人道 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你们就不能想象其他的办法吗 他是副案人员 现在正在强制措施阶段 先手术 然后再想办法让他安心恢复 我们也只能做到最新了 可手术必须有人签字 是你们还是他的亲人 小舍 小舍 快看 方叔 方叔 车队要走了 车队要走了 怎么了 你能挂住吗 没有啊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报告车队的去向 他们四散逃走了 跟还是不跟 方叔 跟还是不跟 请指示 听着 原地待命不跟 他在试探 别理他 好 重复命令 各族原地待命 不准擅自相动 是 老乖啊 这次过来 主要想和你谈一下 你的手术方案啊 手术要几个小时 六到八个小时吧 好 我同意做手术 老乖 你真同意了 对 医生都说了 我要是不做手术 就等于在等死 我也不疯 我也不杀 我同意 好 那我这就去安排 你怎么 突然就想通用呢 我要是不同意 我等着你们强行 把我带到手术室去 我同意 车队散了 没人跟踪 货场里没有发现异常 这就对了 他们没有察觉 这货场里经得都让人可怕 你觉得正常吗 这一夜 有多人为此而睡不着觉 明白 老曹 明天我出去度假 你接着往下走 好的 来 喂 是我 好 好 好 我马上通知他 医院来电话了 说老关同意手术了 明天上午 同意了 那可太好了 我去一下 喂 官双 这么晚 去哪儿 医院 快 上车 表伯 你明天别去了 留下来陪他 你说合适吗 在他心里 他已经把我这个儿子给剃除了 我去看他 只会更刺激他 适得其反 好 那我们准备手术区了 我能不能见见我父亲 听说你们父子俩明天要出去度假呀 可是在你度假的时候 你的养父光汉生正在手术台上 可爱是让你整个上台下 送你给文章 那辆车 我已经放在你公司的车库里了 这个 这个 是车钥匙和行驶证 老呗 说实话 我真的挺佩服老关 就为了这么点事 都快好干了还怎么听着 只可惜徒劳 也未必吧 你没听懂我的话 你能听懂我的话就好 老关 你要不想见 我这就跟他说 你是说张怀兵来了 姐 他们两个人我一起见 你们俩跟我来一趟 麻烦你了张继 这么晚了还得麻烦你 跑到医院来签字呢 可是没办法 这是医院的规定 谁让你的户籍还在我们关家呢 爸 别叫我爸 我现在不是你爸 回去吧 怀兵啊 你到医院来是不是想看看我离死不远了 老关 我管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何必这样 你放心 我死不了了 我要办的事还没办完呢 办不完事我不死 回去吧 回去吧 走过 张俊 回去 这是真的�� 一疎 我 门 达 这个 是啊 小他 她 他 他 他 诶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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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起 二位 请在这里等 大夫 怎么了 大夫 我想要上厕所 病人的尿都没有倒干净 书情准备是怎么做的 这样吧 你去里面的吧 好 谢谢 我去里面的负败 我们的观测 我去里面的负败 我去里面的负败 是这个 sarà 我来自然员 我们的观测 是这个是这张 我 关安生跑了 跑了 这是他在手术车上 留下一封信 他利用上车手的时间 遛走了 你也不问问我去哪儿 你要想告诉我 我何必问呢 罗亚 一辈子很长 等我回来 咱们重新开始 town 门 阱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知道这样的行为违反了强制措施规定 会加重对我自己的惩罚 但这样做实在是迫不得已 506案走过了漫漫长夜 现在到了决战的关道 这个时候我只有一个信念 只要我能站着我就绝不倒下 骨头里剩下最后的这滴油 还没有熬干 我得跟他熬下去 喂 官长 他这是副案逃逆 还重病在身 请携着我们 必须立刻找着他 喂 喂 什么 逃逆 是逃逆 不管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即便是为了506案 他这样的行为就是逃逆 方虎 我们必须尽快地找到他 他既然采取了这样的方法 也一定会想办法避开我们的 你马上去找他 找到以后 立即对他采取强制措施 送他回医院 是 上车吗 还愣着干吗 干爹 我就不去了 你们去吧 不是说好的吗 怎么了 说 要重 走吧 那我们去了 江江 没事 多亚 方处晚上有事 好 那咱们趁趁点 好 停一下吧 明晚八点 女人满头 明晚八点 女人满头 谢谢你 欧阳 我只想搞清楚 他在我看不见的时候 究竟在做什么 这是今天的电话录音 我觉得 好像又发生什么事 我想知道真相 放心吧 真相马上就要解开了 你先回去吧 小心点 谢谢你 我先走了 喂 九州哥 货的去向查清没有 我已经到达货场了 我看见列车了 给我盯紧了 一刻也不能放松 有什么情况 随时汇报 是 卫官 美沙转到了鲤鱼沟 现在 所有的线索都连接上了 刚才鲤鸭送来了张怀兵的电话录音 内容是明晚八点 鱼人码头 我查过了 那艘嫌疑货轮 就是在明天晚上八点 在鱼人码头靠岸 鲤鱼沟正好就是离鱼人码头最近的货场 这么看来 他这是要交易了 还有一点放火 这张怀兵现在在江汉呢 这跟他每次出货的时候 人都在异地遥控指挥 这个特征 他对不上号 他放出话来 说是要出去度假 也不知道是不是放着烟幕 等他出去了 这个线索才算完全接上了 现在还有时间 你抓紧时间找光汉生 好 今天不需要好 这伤围的人的纠结 让孩子来遭罪 不应该啊 不应该啊 韩虎啊 老关明回家 你那怎么样啊 我派人找了几个 他可能去的地方 包括关霜那儿 都没人 想办法继续找 是 我派人的线索 喂 喂 方处 张怀斌上了高速 目标很可能是南方 他出城了 好 死死给我盯住 随时等候命令 是 会管 张怀斌出城了 好 这样线索就全都接上了 作案的特征也都对上号了 方处 我们马上回去部署行动 好 我马上回来 喂 方处 官官 你在哪儿 我现在 在江边的观景台 你赶快过来一趟 到这儿来见我 不要告诉任何人 快 好好 你原地别动 我马上到 再放一遍 明晚八点 女人满头 明晚八点 愚人满头 明晚八点 愚人满头 对 情况就是这样 全部队上好了 这也完全符合张怀斌的作案特征 现在 他的行踪 完全在咱们的掌握之中 你就放心吧 我送你回医院 不 为什么 放火 你知道我为什么冒死 从医院里跑出来 为什么 昨天晚上张怀斌去了我的病房 他看着我那个眼神 使我想起了我被迫离开江汉的时候 他看着我的那个眼神 我一下就明白了 他是在跟我们玩把戏 现在 马上就要到卫生了 他以为自己胜券在握了 我们肯定是上了他的套 可是他到底给我们设下了什么套 我现在还没能清楚 都到这个程度了 他还没有什么套 我总觉得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你也想想 到底哪儿不对呢 张怀斌这个人 从来不按常理出牌 可是 他一旦出牌 就会出人意料 这一次 他也许会鼓起重演 他都跟您斗了这么长时间了 也该千里几久了 也许 他是在玩个 不是把戏的把戏 不 肯定是个把戏 这里肯定有拳道 谁 卫卫 别告诉他咱俩在一起 别把老卫也牵涉进去 好 喂 卫卫 放火 你回去没有啊 我在路上 听生意你好像在江边啊 你从那儿干嘛去了 我在找老官 我车要抛锚了 正在修呢 要不要我过去帮你啊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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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 马上就好了 我还有十分钟就到 你抓紧时间啊 我十分钟之内就赶到 老卫也知道咱们俩在一起 极有可能 他最后一句话说什么 他说让我马上回祭祀局开会 放火 我现在这样的处境 我不应该找你 也许会连累你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为了这个案子 你命都不顾 我怕什么呀 走吧 我送你回去 不 出来的时间越长啊 不 什么时候回去 我自己知道 出来的时间越长 对您越不利 少废话 你现在是逃逆 本来就不安在山 这样会加重惩罚的 放火 回祭祀局 部署完了之后 你马上通知我 现在是决定胜败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弄清楚 张怀兵在设什么圈套 不能让他得逞 走 快走 好 那是 任何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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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 好 生 不 好 怎么样 一切都在您的判断之内 最后决定 无论他杀什么把戏 咱们就定着买杀 掐住他的七寸 其他的我们都不说好 现在就是翁中桌边 就等着张怀兵往里钻呢 你也得放心了 看起来很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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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问题 问题在哪儿呢 问题是您现在太焦虑了 去哪儿啊 去哪儿啊 给我打开 打开 放火 你们要去哪儿了 你现在赋罪讨你 我必须对你再去枪支措施 关关 回医院吧 您就半条命了 老官 别怪我 你还是回医院吧 一会儿啊 你自己回去 到时候也好说 检察院那边 我们会跟他解释 你就安心手术吧 请相信卫官和我 到时候 我们一定把张慧兵捉拿鬼啊 好好 把录音笔给我 你问八点 有人骂他吗 你问八点 有人骂他吗 我总觉得哪儿不对 肯定有问题 我们分析的所有的环节 都是对的 只有一点不对 就是这个电话 这个电话肯定有差 老虎 你赶快到公安局去查这个电话 然后 你把我放到咱们今天捧走的地方 到时候你来接我 一会儿我就去查 我还是先送你回医院 不 快 你先到公安局 快点 老官 快 我不是罪犯 好吧 请进 你好 你好 是 找好了吧 好了 想微情了 她没来 也有些孤独 有点儿 这次这丫头没来 我还真有些意外 张剑 男人拥有了事业 我还真有些意外 这孤独就在所难免 接着说 我想听听 男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是事业 不是女人 你的事业越成功了 就会越孤独 那你这么说 我能理解你跟卢雅之间的关系了 人怕孤独与生俱来 这实际上是一种脆弱 所以很多人平平庸庸 你把我孤独了大半辈子 就是在孤独给我的压迫中 才得到力量 才有了今天的一切 孩子 你的孤独才刚刚开始 你要战胜它 并学会享受孤独 这是一种境界 你的见解 的确让我耳目一新 可我心里还有个疙瘩 让我更敢孤独 我知道 你的杨副官很适合 他今天做手术 还不知道会怎么样 没关系 打个电话问问 问谁呀 怎么问 问了英雄子培了 我现在想说 我找到英雄子培了 你不在家吗 我找到英雄子 你不在家吗 你不在家吗 萊雅 电话录音查到了吗 好 您猜得没错 您看看 在这段时间 张怀兵没有任何的 通关机 这是一个拳头 她知道盧雅 在找她的犯罪证据 她是想利用这个电话 给我们传递一个假的消息 这么看来 鱼人码头肯定是个骗局 她想干什么呢 这事啊 我也跟卫官汇报了 她指使 无论张怀斌在哪里交易 只要咱们 私私盯住她的没啥 她就跑不了 没那么简单 按张怀斌的作案习惯 这个电话有可能 是她实时走私的最后布局 小猪哥在哪 在鲤鱼沟货场 走 明天一走 一定要赶到鲤鱼沟货场 公管 小猪哥 说说情况 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一路跟踪了江汉 老挫一直没有脱离 我们的监视范围 而且每天一战 我们都换车辆 我敢肯定他没有发现我们 没有发现任何漏洞吗 向您保证 无疑疏漏 如果您不放心 您可问小王 放红 那个电话录音一定是张怀斌在故弄玄虚 他是故意露出了尾巴 在跟我们绕圈子 只要咱们死死叮嘱这连没杀 他再怎么绕也绕不出去 再说了 这连没杀可是实实在在的呀 别撑了 回医院吧 不 回去吧 不 不 这酒我珍藏了十年 一直没机会开的 原来你跟他有缘 我不懂酒了 随便拿的 是他懂你 我喜欢从细节判断一个人 比如说你养父关汉生 他喝酒看似豪情 实际上不够贫人 顶多是个英雄豪杰 成不了领袖 而你更接近我 英雄豪杰 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这么夸的 没错 但的确很优秀 因为我培养了一个优秀的孩子 我要是他 也会尽力阻止 他去任另外一个父亲 不 这次你判断错误了 他没有错 他让我自己选择 在他那儿 还有我学不到的 什么 信仰 欲误 欲误 欲误你没学到 就是这所谓的信仰害了他这一辈子 爱的 以你的才华加上我的辅佐 到底未来的领袖 一定是 来 为了我们的将来 把集装箱打开 烟火 这样会惊动他们的 打开 老官 打开 老官 你这是玩命啊 走 走吧 走 老魏 把集装箱打开 现在不能开 开了就前功尽弃了 打开之后我们就明白了 走吧 等等 等验完了货我跟你们走 行吗 老魏 打开 方处 开箱 是 开箱 随你集合 开箱验货 好 好 则 你 帮你 也可以 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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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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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铁杀 铁杀 铁杀 尾管 还是铁杀 尾管 全部查过了 都是铁杀 马上打电话 跟北方后场联系 查清美杀的去向 是 张姐 爸爸有些事 一直想告诉你 只有说出来我的心 才会坦然 想听吗 想 你的养父关怀声 死咬着我不放 的确有他的道理 年轻的我 一个人在外闯荡 两手空空 一无所有 只有铁而走心 就跟当年很多人一样 我是靠走私发现的 是靠走私收获了我人生的第一天 都是一些陈芝麻烂 在我告诉你 我做高地 就是为了要做一个合法商人 做正经商人 在世人面前 证明我的人生价值 可是人一旦有了贪欲 就会深陷其中一霸 高地的每一步发展 都得由更大的走私来支撑 闭 acost